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清晨六点钟 快速来掌握一下 台湾今天日报的一些新闻重点 今天是六月一号 六月份的第一天呢 那么今天报纸的头条 特别提醒大家 下月电价从今天开始启动了 中时报把这个新闻 做到了头版头条 告诉大家说呢 这涨很大 那么从今天开始 一连是四个月 试用费率比较高的下月电价 再加上今年四月份 调涨了500度以上的急剧的电费 所以今年您收到电费的时候 恐怕会觉得非常的揪心 荷包疼一下 那么电价有些 可能会暴涨了一倍 超过500度的呢 大概电费会增加一倍 不过行政院这边 其实保证说 今年是不会限电的 而其实不只是 电价方面的这个调涨 一些便当书果 现在都面临到了涨价 周时报今天在内夜 谈到了这个落跑部长动怒 要台电管控好 因为在两个月内 发生了十多起的 重大跳电问题 造成了超过16万户 曾经停电 立法院呢 昨天立委就关切说 是否这分区停电 变成了分区跳电 要求究责 经济部部长沈荣金 则是强调说呢 已经下令台电 要尽速的调查 并且要建立 分层负责机制 那么责任要分清楚 做好分内的一个管控 中文时报 今天新闻透视 就分析说着空口挂保证 拿民生经济开玩笑吗 其实台湾的电的问题 很多的外资不敢投资 就是因为 这个台湾的电的方面问题 因为电价涨压力大 供电又不稳的话 业者其实非常的害怕 另外中时谈到了 高温用电量大增 民众很担心 七成担忧缺电 四成则是支持 重启核四 联合报今天在内夜谈到了 核二厂的二号机在近期 就渴望启动 那么熬过了最热的五月份 现在供电看起来 只会越来越严峻 好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当中 也谈到了发烧的五月天 那么五月份说是 这个历史上最热的五月份 那么总共有419人次 热伤害就医 那么这个部分 是有关于热用电 还有下月电价启动 今天各报的一个综合报道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头条说 司法院排众议通过修正案 立委可以临选法官 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司法院不顾外界的争议 跟考试院的反对 昨天在院会通过了 修正法院组织法 法官法 把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改为是特任官 并且改由司法院长 提两倍的人选 交给临选委员会来做临选 那么人选出炉之后 再报请总统任命 其中在临选委员方面 比较争议的是 增加了立委代表 那么会嫌相关单位之后 就会送立法院来审议了 由于临选委员会当中 有六名学者 跟社会公平人士 是由司法院长来临聘的 这代表的是 司法院长对于 最终法院的法官的选任 将具有相当的影响性 并且将终审法官改为特任官 那么在实务上来说 就有人说 这是为特定人士 在量身打造 联报把这个新闻 做到头版头条 在内夜 也是几乎 整个版面的关心 说由立委来临选法官 人民真的能够 更信赖司法吗 还有这法官特任制 能够不沾染政党色彩吗 这是接下来 大家其实会担忧跟关心的 好 蓝营立委爆料说 判文中在请辞之前曾经放弃把管了 今天在联合报的内夜 那么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好 今天在联合报的内夜还谈到了 这大专学费函涨 总共有16家函涨 影响到了18万名的一个学生 最多涨个2000块钱 在月底之前定案 反教盟抗议 要求驳回申请案 教育部则是说是依法审议 如果助学计划不足的话 就不能够涨价 校方说因为高教的办学 我们要认真也是不能不涨 什么东西都涨 学费不涨也撑不下去了 联合报今天就分析说 每次在学费方面 喊涨就骂 其实民粹是炒不出答案来的 也许大家应该更理性来看这个问题 好 跟钱有关 跟联合报有关的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当中谈到了说 在接下来我们的扣税 报税方面 适合列举扣除草案 在月底会出炉 以后像是什么拆旅费 加油费 制装费 跟净修费 有可能都可以列入 这列举扣除额当中 现在总共有七大项 其中有部分的费用会订出 这扣除的上限 这个事情以后 这制装费也能够列入 列举扣除额当中 您如果还记得这个新闻的话 这是名模林若亚 她的补税案申请示线 就大法官就认定说 现行必要的费用超过薪资所得 特别扣除的时候 不许列者来列检扣除的话 是违宪的 必须要检讨修法 所以这个案子 有另外一个名称 大家称它叫做名模条款 列举扣除的最后的草案 在这个月底就会出炉了 在苹果日报头版头条 谈到说 这还是有些企业 他们不怕中国的 有11个国际企业 19家航空公司 兼认台湾为一个国家 分道那页当中 也谈到说 那么有些国家是屈服 包括说把问卷 把台湾当作是国家的 大陆这边就约谈人家 万豪的负责人 还有原产国标是台湾 无印良品就挨罚 95万块钱 那么也谈到是 两岸之间的一个氛围 所引起的一些关系 好 今天在中文时报的 头版二题 还有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提到是美国设 印太司令部 来抗衡中国 那么在昨天我们 清晨六点钟的新闻 也跟大家谈到了 美国这个最资深的 太平洋司令部 更名为印太司令部 美国这边对大陆的政策 他觉得大陆是 最长期的一个挑战 那么哈里斯的名言 就是说 今夜就可以开战了 自由时报间 把这个消息 做到了头版头条的位置当中 好 在中文时报间 那夜说 两岸的青创大赛 被卡关了 严审再开枪 北京台办 现在是来不了了 那么这学者就说 要自信的面对大陆 别动不动 就说人家是统战 旺报今天头版头条 说政府逐高强 党交流 严审政策之下 北京的官员入台 是再度受到了一些阻碍 好 今天在政治焦点方面 联合报今天 那夜A2版面 参选台北市长的可能性 到底如何呢 那吕秀莲这位前副总统呢 他昨天晚上回台了 那么他说 从前天晚上开始呢 这民进党跟自己 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会不会脱党 继续参选台北市呢 吕秀莲在说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而总统府方面呢 陈菊就说 会做好 跟吕秀莲的好好沟通 那么蔡英文这边也强调说 一定会跟这个吕秀莲来谈一谈呢 因为他们现在是没有分裂的本钱 吕秀莲跟笔记档说再见 会不会影响到选情呢 姚文志的看法是说 希望高层出面来喂留啦 那么蓝军的丁手中 在说吕秀莲应该是可以拿到一些中间选票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谈到了 汤兰花这位艺人呢 他非法的涉及到 有非法直销手环的这个 因为引进了这沃德传销公司 就这沃德传销公司是没有合法报备的 所以现在汤兰花挨罚哦 不过他自己是说不清楚啊 也否认有代言 其实这直销的有没有报备呢 其实公平会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查得到 自由时报头版谈到了 考取电焊甲级身价三级跳的 船公司80k来抢高直升哦 那么有一技在身呢 现在船公司这边也要抢账的一个人才 同在自由时报头版编栏都是看到了 这个博士学历不吃香哦 20人就考邮局 就有博士学历但是全部都落榜 全部都供估了 自由时报今天内夜的报道 好自由时报今天谈到主计总处的最新调查 今年的调薪厂商有32% 这样的幅度呢是18年来的一个新高 另外大学毕业新鲜人起薪28.4k 这是26年来的一个新高 博商时报间头版头条提到是美欧的贸易战开打哦 刚刚新闻当中也谈到了欧盟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 输美的钢铝税从今天开始生效 神龙百尾上市贵爆量3000亿 昨天收盘前大单敲定 台股创下了二月来的一个最大量 贵买量能更是创11年来的一个新高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提醒央行市井说金融市场现在有五大风险 那么在欧美日央行的利率正常化新兴经济体面临到资金的流出 业者债券投资现在恐怕会受伤 好中国时报间在内夜谈到了地震基金的一个内讧 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这边所上演的世纪大爆料 扯到了顾立雄呢 顾立雄他也强调说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质疑 强调自己绝对没有关说 好今天六月份北北桃的U败从今天开始启用第三责任险 联合报的北台湾新闻还谈到 这第三责任险其实是有排除条款的 像是如果你有酒驾或榨保或吸毒的话呢 是不予理赔的 苹果日报今天那夜谈到了香蕉一公斤一块钱 胶农非常的苦 他们说现在只能够买盐巴来餐饭吃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内容 待会我会把节目内容上传到 中广新闻网的脸书YouTube频道 还有我的粉丝页上面 也欢迎对我的粉丝页 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按赞追踪 给我些加油打气 我们时间到了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我是张庆林